要怎样才如法 那就是海鲜老和尚 跟我们做的样子 一切时一切处 这一句佛号 没有丢掉 这就对了 我念头一起 就是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咱念 有事但事 有人向你请教 你可以劝到他念佛 劝他断卧修审 完了佛号就起来了 未曾丢失 一句 真念佛人 不是这样念佛人 哪能没有故事 过时很多 没有能力降伏烦恼吸气 也就是说 佛号常常断掉 常常忘记掉 那些残念 还常常想起到 这个事情麻烦 这是不能不禁忌的 所以我们见佛像 如同见正佛 听到佛号 也听到了正佛 真真正心 恭敬心 清净心 能生得起来啊 常常保持 从早到晚 晚上睡觉做梦 就是丢失了 做梦 做梦 为什么不念佛 那梦境 对修行人来讲 是很大的警惕 那为什么会做梦 库修家属 潜意识地往下 佛法里面讲 阿赖耶里面 习气种子气渐性 那我们如何能够念到 做梦的时候也念佛 证明 你的心专业了 这样的人 决定的神 在真念佛人 世间这些事情 随便 随它去吧 不要去管它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由上可见 光明无量是佛神的 好啊 二次光明 射为立身 我们翻过来看 射为立身 所以才有光明 这一点 这一点 不能 不甘佛学 我们起心都念 是立业中心 光明 光明从哪来的 发神来的 华言经上说 一切终身 借由如来 智慧 对象 光明 光明是如来的 智慧 也得相 是我们自己 报身里面 本来有的 南大师说 何其自信 本自居住 居住光明 对象 对象 那 为立业中心 不是为立业自己 是为立业中心 啊 念念呢 关怀众生 众生在六道里头 早已受报 怎么立它 能帮助众生 破弥开悟 历苦得乐 就是理由 我们有没有这个心 阿弥陀佛这个心愿 从来没有剪断过 阿弥陀佛 他关怀的 并法界 虚空界 一切 六道 众生 舍法界 众生 阿弥陀佛 怎么样 去帮助他 必须要 一身 作则 做出榜样 各种生看 阿弥陀佛在 法界 虚空界 无处 不献身 那献 无量 无边身 献菩萨身 献身闻身 献天人身 献修罗身 献罗刹身 献人身 应以什么身得度 他就献什么身 他在蚂蚁窝里 就献蚂蚁身 全是度化众生 没有一定的身相 没有定法 可说 所说的法 无非帮助他求悟 帮助他回头 那 虽然我们对佛法 不能止住 我们今天 受持这个法 行约 持民 真心 切约 一向 专念 阿弥陀佛 记住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不能有夹杂 夹杂就错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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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